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就是在1995年的这一天 陈云同志逝世 首先说1847年这一天 朱普利克普利克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朱普利克的著名 是因为他后来弄出了这个基本奖子 叫普利克奖 这个成为著名的普利克 其实他是个美国国内的新闻奖 但是由于这个这些年来 二战以后 尤其是美国在文化上 对全世界造成了强大的影响 然后你看美国电影里 尤其是美国那些 跟政治有关的电影 经常会说说你把这事抖出去吧 你一定得普利克奖 所以就慢慢慢慢这普利克奖 就这个印在脑人里了 因为普利克奖还引发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新闻记者操守的这个辩论 有关新闻记者操守 律师操守都是经常会辩论的 律师到底要不要帮坏人 新闻记者是到底的新闻价值重要 还是要去救人 最关键的时刻 你上去救不救人人 德国普利克奖一张著名的照片 一个突救 马上就要叼这个小孩了 然后他在那拍照片 突然得了奖 就引发巨大争议 说一个新闻记者 这个时候应该扔下相机去救孩子 还是应该把这一刻捕捉下来 包括其实还拍过自杀 就是普利克奖得奖有拍过自杀的 跳桥的得奖 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说你看人跳桥 你居然不去救人 你在旁边等着拍 拍的还不真切 那肯定就是等着那拍的瞧瞧 所以引发了很多很多次争议 导致这个奖越来越著名 然后在全世界成为 好像新闻记者的荣耀一样 但是有关中国的事情 得过这么几次普遍的奖 意思就是正好大家刚刚看完 这个方刚导演电影1942 里面有一个大鼻子 演那个钢琴师的 那位好莱坞著名人演的白修德 那个时候的外国人 发育中国名人都姓中国姓 姓白 这个他得过一次普遍特奖 就是得奖就叫1942 就是讲1942河南大饥荒的 好再有一次就是一位这个 美国女作家写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这本书是讲了这个二战时期的这个各种 跟中国有关的事情 又得了一次普遍特奖 所以有两次跟中国有关的题材得过奖 下面要讲的是1790年的这一天 美国国会通过第一步专利法 这个大家想一下这个年头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个美国是1789年才有第一个国会 总统宪法这些东西 因为美国独立了以后 一直没有一个中央政府 也没有国会什么总统之类的 大家觉得这样挺好 好了过了这么十几年 1776年就独立了 我觉得不太行 还是需要一个中央政府 做一些这个和国会 做一些给全国人民服务的事情 所以到1789年 美国才有了第一个总统 皇上的国务 才有了第一个国会 才有了第一步宪法 1790年 国会就通过了第一步专利法 可见这个知识产权 这个专利这个东西 在美国这个国家和民主 人民的心理中是有多么的重要 那么那么多法都还没有了 那么多法还得废得行 先通过了专利法 美国大概是全世界最重视专利 最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 美国作为这个全世界民间 创意最丰富的国家 这个一直引领着科学 各方面的创意的前沿 光阔文化 以后等等等等 就是因为美国有实际上 最严格最强大的保护 每一个人的知识产权 每一个人的智慧的这样的法律 跟大家讲了 一个一览个有意思的小例子 这个美国保护 作业到什么地步呢 大家知道牛仔裤 这个屁股耗子有一个铜铐子 就这个专利 挣了多少钱 这个Levice Levice这哥们 就大家知道 Levice牛仔裤现在到处去买 就Levice就这么 就是这人 这哥们 天天发明这种专利 执行专利是要花钱的 但是他一会发明一专利 就去申请专利 然后花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那时候很多 在美国 然后又发明一个 又去执行专利 就申请好多专利以后 没有一个专利卖出去 但卖出去专利 在所有的专利中间 是比例很低的 谁要是能发明一专利 就发财了 那这美国梦 也太容易失陷了 你要发明专利 这东西还有商业价值才行 所以这哥们 后来再发明一专利 就是在牛仔裤 屁股耗 别人同靠了 然后又去申请上 被他老婆赤字 以及他老婆 你把价钱都花光 这白家子 你申请那么多专利 没有一个卖出去 你还要拿钱 不给钱 而且这屁股耗 这个铜靠子 这算什么 这什么专利 你好意思 然后他实在没办法 找邻居 借了50块钱 他只有50块钱 邻居给他50块钱 邻居就跟他说 你写一条 说你也甭欠我50块钱了 你也还不起 就是说 如果你专利卖出去 我分一半 这哥们说那太好了 我有那么多专利 否则也没卖出去 那你就借我50块钱 就申请了这专利 结果一下专利火了 美国的几乎所有牛仔裤 后来这都屁股后定义同口的 然后每条牛仔裤生产出来 美国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国家 不过说我偷偷生产了100条 非个20条 就每身上一条 就给你给专利费 每身上一条给专利费 就这哥们发了大财 所以这种故事 美国梦的故事 在美国层出不穷 非常有意思 你只要有一个专利 你有一个可可了 我之前讲过可可了评论 原来是光滑 你弄一个螺旋 他不爱掉 每瓶可可了 就给你钱 你发明一个什么小玩意 这样人用上了 也没有人会骗你 你会一直收这钱 一直收到你的子孙都在收 音乐也是 写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哥们 这哥们的孙子 就是故意帮律师 传人家收钱 而这哥们好像 已经过了专利期 但是被专利组织 特批继续收钱 因为他给人类的贡献太大了 所以一直 他孙都也没人敢 就要不要收这钱 我个人觉得 美国是有点过于 过于保护专利了 但是这种专利保护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过 尤其在药品等等 这些牵扯到千百万元 生命的时候 那其实是要开放 我其实对个人的音乐保护 也持 不要那么长时间 也不要那么贵 大家音乐 大家共享 但是让音乐家 能生存下来就好 尤其是药品 那你说因为专利保护 你不许人生产 人家那国家千百万元 在生了这病 那其实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美国这个 从那么早之前 国会成立第一年 就通过专利法 至少保证了 美国这个国家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有创意的一个国家 也至少保证了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愿意来到美国这块土地上 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因为在这里 你能受到保护 你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所以这个专利法 是整个美国立国的 最重大的基础法律之一 接下来讲这个1995年的这一天 陈云同志是这个国党 我国的地造者之一啊 在这个国党八大的排名中间 相当于现在常委啊 那时候不叫常委 大家知道叫毛流 周朱 陈林等 所以这个陈云同志还排在林和邓 对 对 邓 在前面 所以他对这个地造这个国家 包括对我们的党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他是在上海多长时期成长起来的 我当的有所领导者 他一直在经济方面很厉害 是不是因为上海人 天生就像中国的犹太人一样 天生有经济头脑 所以他到了苏西以后 一直就负责这些事情 然后参加了相当一部分长征 然后又回到上海 然后回到共产国际 他是始终都是以这个党的这个干部 以及经济方面的干部建成 就是包括建国之后百废带兴 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重要的工业 以及金融等等都在上海 他把上海的通货膨胀各方面致力于顺了 这个毛主席表扬他说 打赢了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包括他建国以后 一直是辅佐流行企业好等等的 他一直是我国经济方面的重要的舵手跟设计者之一 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之一吧 这个金剑陈云同志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